具體的反應和批評 因為專家對專家比較容易 我們那些雷聞就說不懂得 你聽了之後覺得好像跟你有很不同的意見 即是你作為一個專家面對著 或者在社會學界內那麼耐歷史的人 對陳教授這些理財哲學有些什麼看法呢 其實我不太懂得去評論家那些看法 我可以看出一些看法 其實有些相同的看法 就是大家都很認同 即是說你很時代 那時候其實是對於香港長期的健全是健的機 做得非常好 陳教授也提出了數據 可以讓我們看到 就是由靖雲地時代到香港近期 其實長期都是一個 有些財政經濟多於赤字的局面 以至儲備不停地膨脹 但是到底這個背後的原因是甚麼呢 其實我通常很少益賊他們的理由 是否因為殖民地主義 於是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這些我比較難去益賊 因為凡是動機的東西 其實真的很難去判斷 即是和殖民地是否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其實我就真的不清楚這件事了 到底是否不是殖民地 在殖民地於是有這樣的局面出來 還是另外一樣的 只不過是當事 或者是 那麼巧合的 那些財政司都是這樣的理財折落 於是相對是保守 這個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 這個比較難去捉摸 但是很明顯一件事 作為一個宗主國 當時英國絕對不會賺錢去支撐殖民地 當然是 所以那個說法 即是說 你香港應該自給自助 你不要自以我們會給錢去支援你 這個可能是一個屍殺 但是 到底 比如麥理浩當時做了這麼多好事 其實這個共識 他居心是什麼呢 是否拿來增加將來和中國談判的籌碼 還是一心為香港做一些好事呢 誰都不知道 我們只能夠猜 但是我不管這個動機 做的事是好事 但是 但是 時至今日 我們看到 由董建華到曾有權 這段時間 我真的沒有看到有當年的魄力 當年 物理浩那種魄力 大家應該很欣賞那段時代 那是一個黃金的時代 特別是 如果你想像一下當時的環境 當時的環境 大家會知道 70年代 其實是香港經歷過兩次食油危機 兩次食油危機 即是 香港的股市 在1973年到1975年 是由1700幾點到150幾點 這麼慘 1973年 1975年的時間 香港的失業率 1975年9月 那是第一次通計的數字 就是 之前也有 久不久的數字 但是 真正的失業 的數據 每個月都有公佈 就是由1979年 9月開始 當時的數字是 9點多幾點 失業率 很多人害怕 但是 75年 我講錯了 75年9月 嘩 為什麼 75年9月的時間 是 9點多幾點 失業率 那個環境是很惡劣的 不單止 第一次食油危機 第二次食油危機是 79年 79年 80年代初期 利息是 爸爸聲聲 因為當時 Paul Fogart 就是 聯署局的主席 將他食肥 就是 提升到20年 大家都可能有些印象 當時的樓價下跌 也加上 前景不明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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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淒涼 但是 當時 他也是很堅守 很高位 很好的做 而得出的食證 其實都是相當不錯 其實這麼多年 1997年之前 我們沒有一年出現過 副增長 這個令人猜疑 嘩 為什麼 這樣也可以 所以當時 那個成就 應該是大家 有目共睹的成就 他全心是什麼 要做出這樣的事業 是否自己的發心 有什麼 低一點的目的 那些我們就 不去評論 我也不喜歡去 猜拆背後的動機 有沒有下位